眼前的這一大片 可不是什麼文廟啊 代廟啊 這些古建築群 更不是什麼影視基地 當然也不是古村落 甚至古鎮 但是它真的實在是太大了 很難會有人把它想像成 這是一戶人家 然而它真的就只是 一戶人家 一戶超級有錢人的人家 你們好嗎 我現在是在山西的王家大院 我們先去看看門口的屏風 獅子滾繡球 獅子滾繡球 好是在後頭 說是兩隻獅子細細時時髦纏繞 滾而成球然後又獅子 就從中誕生了 這哪裡是獅子滾繡球 這明明是滾床單嘛 大戶人家的大門就是不一樣 門口是有山馬石 兩次是有山馬柱 有錢人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 而貧窮又限制了我的多少想像力 其實 從一進門開始 就給了答案 走進王家大院的大門 好像就走進了一座藝術寶庫 這裡的磚雕 石雕 木雕 把生活中常見的花鳥魚蟲 戲曲 文學 以及神話傳說等等一系列 通過隱喻啊 象徵啊這些手法 體現在每一處門框 扶手 地板 牆角 屏風 以及所有你能想像的建筑的上面 比如 眼前的這個七丁送子 這裡的每個細節 其實都是王家人對生活的美好意義 這是老二家門檻的獅子滾繡球 據說以前只有四平的官員才可以釣客獅子滾繡球 龜圓舉方 方舉圓龜 規矩的舉多了一點 規矩多一點 麻煩少一點 剛剛從王家大院的書院出來 這個書院叫做貴心書院 貴也是有折貴的意思 浴室的子孫都可以提名 這個書院比較有意思 就是從進門到裡面的書堂 一共有三個三級的台階 浴室的雷生三級 這個橋現在也被膽膽攔起來了 退後這個橋就到了王家大院的另外一部分 也是被譽為民間故宮的這一部分 這部分 魚 橋 耕骨 這八十八座 無一雷同的院落 三百四十二間房 規模實屬宏大 不知道 生活在這深宅大院的公子小姐們 在反面的時候 會不會偶爾爬上這城牆 看一看 這牆外的百姓 是如何生活呢 這規模 這建築 這建築入住的細節 這頂域 名副其實的民間不公 關注我帶你走進世界各地的旅遊文化